办公室,电话响起 是领导Gary 他打电话来 让我15分钟后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 我当然是假装不在了 他却认为这是万圣节的恶作剧 真的是非常会脑补的领导 我呢是一个上班族 现在在加班 寻来无事 咱们来视察一下同事们的工作情况 这个老哥叫Jackson 一看就在摸鱼 你看他的电脑屏幕 经典蓝屏 凑上去问啥情况 嘿,你兄弟昨天给了我U盘是吧 他说可以用它直接玩CSGO的 不用Steam,完美破截 所以我就信了 然后就这样了 这好像不是CSGO吧 嗯,我想这是在安装补丁啊 你再等等 嗯,好的 我想也是 那我就再等等吧 在把老哥忽悠瘸了之后啊 我发现了Derek 他好像正在吃饭 但是,这好像是狗粮吧 嘿,你试过这玩意儿不 我从来都没时间吃午饭 所以老板建议我啊 吃一吃这种方便食品 这腾娘的不就是狗粮吗 啥 不不不不不 这只是品牌logo 就像狗不理包子 这个,叫狗喜欢罐头 操,编不下去了 呵呵呵 没事没事,别哭了 看看阿丽的视频 下下饭 别忘了再点个关注 再给个三连傻的 最后呢,我们来到Joshiya这里 这小子的电脑上啊 果然是运行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喂,昨天你给了老哥一个U盘是吧 哈,他说是CSGO的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的电脑啊就变砖了 啊,是啊 只是一个万圣级的恶作剧了 同时之间嘛,是吧 或许你也应该把U盘插上你的电脑 这是把我当傻子了吗 好吧,我的电脑现在成功超过了全国0.01%的用户 接着我通过楼梯来到G1 这里是会见的地方 办公室还挺大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 非常奇怪 就连领导办公室里啊 也没有人 明明说要见面的 是我来早了 看了一下时间 我很准时啊 刚刚闪过去的画面 确实是血迹吧 这是要出师啊 赶紧回自己的办公室 在楼梯间 遇到一个平平无奇的女人 她两眼无神 神志不太清醒 意思说今天感觉不太好 感觉会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可不吗 你在恐怖游戏里当MPC 那能有好事情发生啊 来到蓝屏老哥这里 老哥非常生气 你们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总有一天 有人会受伤的 再跟他对话 他就不理我了 玩球 看来下一步啊 他就是要来干我了 回到办公室 没想到我的CSGO居然安装成功了 还在自动进行着游戏 牛啊 这时候电话也响了 原来是领导Gary 他说他找了我几个小时 我没有去跟他见面 但是我明明去了办公室呀 好啦 别找借口啦 现在去找HR吧 这是要被开除了 但是情况肯定不对劲 只有CSGO还在默默地运行 接着我来到楼梯口 本来想去找HR的 但是门锁住了 尼玛 你去哪儿 我去找HR呀 啊 惹事了是吧 嗨 我在跟你捣乱呢 你赶紧去吧 这兄弟 真贱 之后来到HR的楼层 灯光开始闪烁 然后停电了 捡上经典神器手电筒 开始了楼层探索 来到最里面的房间 CS哥 果然是你 你就是人力资源是吧 这些人都被你优化了呗 奇怪的是 CS哥居然不来干我 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哦吼 很尴尬 你不该看到这些的 不过 我想你应该 猜到发生什么了吧 哇哦 最终还是逃不过 这宿命的对决嘛 原来是在做梦啊 CS哥正趴在我的工位上 看着我 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CS哥 你也在里面 啊 嗯 超棒的超棒的 我们等会再聊 你好像和家里约了 15分钟之后见面的事吧 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被留了下来 难道刚刚的一切都是真的 游戏到此结束 你要说剧情吧 好像也没讲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不过是上班的日常而已 但是游戏却在平凡的加班中 加入了恐怖的元素 这代入感啊 我这个上班族表示非常的不错 而且说不定啊 最后CS哥其实是为了主角 才干掉了全公司的所有人 看起来啊 这一游戏还只是一个demo 我非常期待正式版游戏的到来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力 还请各位可以点一下关注 再点个三连支持一下 非常的感谢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